视频中这个当街破口大骂的女人名叫袁平 而她打骂的对象是自己家庭的破坏者陶欣 丈夫背叛家庭和其他女人生下孩子 没想到第三者却上门来要孩子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陶欣为什么会来找袁平要孩子的 陶欣来自云南的一个小山村 年轻的她来到城市工作不久 认识了小老板王超 两人恋爱两年 现在更是生下了一个女儿 本以为两人能够修成正果 没想到半个月前 男友却拿刀逼她离开了家 她用刀子的她就威胁我 她在这里看到我 看到我她就打手 她说是你男朋友吗 反正她也不让我看小孩 她还碰到我 她还说说卡死我呀 所以你现在有多久没看到你的小孩了 是这片子 是她发给你的手机短信 她说以后别让我看到你 孩子也不给你看 然后跟你断绝关系 是这么说的 甚至还威胁她和女儿断绝关系 她不明白为什么男友的态度突变 所以她决定回到两人的家中去寻找线索 此时的王超并不在家中 也没有看见女儿的踪影 那么孩子现在在哪里呢 经过多方打听 陶欣终于得知 男友已经回了老家 她决定要找男友问个清楚 来到王超的老家 陶欣终于找到了男友 但王超却显得十分谨慎 她神神秘秘地说 要换个地方交谈 她为什么会如此避讳和女友见面呢 这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五个人在行 我有暗中感 小孩子就被抛弃 我把父母的拿去 每时就丢掉我 我就丢掉我 我的脸是没 这还没有 是说她抛弃了你啊 不是她抛弃我 是我抛弃她了 提起女友 王超十分愤怒 他说是女友抛弃了自己 并不是自己赶她走的 你不打我我会走吗 好 用香发发似的 你不知道我会走 你们就发这种软口软口 好 但是你一次次的打人我一次次软 肯定有办法的时候 嗯 就你那样报告啊 那你妈 你妈我一定打了把门关了 门就锁了 你不敲门 你妈妈 你居然打了你 我把门关了 你还要不打 你现在给我打 但淘心却说 在半个月前 是男友对自己拳脚相加 自己忍受不了 独打才会离开 现在他要求要见自己的女儿 你好意思在这里哭啊 哭死他 走了走了走了 再来哭死他 你好意思在这里哭你 你好意思在这里哭你 你别打他 你整个打了个门 表姐要打 肯定要打了 但是王超却不同意 并指援淘心带不好孩子 你觉得他带不好小孩吗 他带起来 他带起来吗 带起来喝酒 你也想了 你怎么说我姐 什么是吃夜色了 我没你的微信 但是你朋友 你朋友里面和别人有吧 在他的眼中 女友比自己小13岁 探完任性没有责任感 他不可能让他见孩子 但陶欣毕竟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王超为什么会如此抗拒他接见女儿呢 明明女儿就在王超老家 他又为什么百般阻挠他去见孩子呢 曾经男友承诺给他一个家 现在又为什么对他弃之蔽吕呢 难道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你家里是在云南是吧 是的 是在云南的农村里面 嗯 那个沙里面 嗯 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吗 条件不好啊 嗯 所以就是说 你说你刚到这个城市来 是想找个一号是吧 嗯 也差不多了 反正出来也不久过 所以没怎么 见过四面吧 陶欣告诉记者 自己来自一个小山村 家里的条件并不好 出来打工不久就遇见了男友 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男友比自己大13岁 他曾经说过他有过一次婚姻 但是已经离婚了 也多次说要带他见父母 并沉默生下孩子之后就结婚 而就在这种时候 他在男友用过的手机里 发现了一个秘密 手机相册里满满的都是另一个女人的照片 这个女人会是谁 难道王超就是因为他才会态度大变的吗 为了找到事情的真相 陶欣再次来到了王超的老家 没想到王超不在家中 记者只见到了王超的母亲 王超的母亲说 过去的两年 他从来没有见过陶欣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真的是王超玩弄了陶欣的感情吗 就在这时 王家母亲说 自己的儿子并没有离婚 这让陶欣感觉五雷轰顶 难道说王超在同时欺骗两个女人吗 而王超的妻子袁凭也出现了 在聊天 这是谁啊 我是老婆 我是把聊天说你到我们家 就是他带我去他说他离了分啦 不然我离婚 我孩子在上幼儿园 我在同城上班的时候 是啊他叫我 发言说你还在我们家吃中饭 我老婆做的我上班去了 你说我们离婚没有 他还给我送中饭来了 你明明知道我们是有家去的 见到陶欣 袁凭情绪十分激动 他直言陶欣就是破坏自己家庭的第三者 他明知丈夫有家庭 却依旧选择了插座 自己早就知道陶欣的存在 但一直忍着没有去找他 就是想维护这一段婚姻 没想到丈夫却变本家里 而周围的邻居也纷纷为他打抱不平 一时之间 指责陶欣的话语此起彼伏 听着大家的指责 陶欣白口默辟 年轻的他食人不轻 伤害了袁凭也让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那么袁凭是否知道孩子的存在 原平愤怒地说 在半个月前 他就知道了孩子的存在 这段时间里都是自己在带孩子 他绝对不会把孩子给陶欣 那么为什么袁凭愿意照顾丈夫 和其他女人的孩子 难道他是为了报复陶欣吗 袁凭告诉记者 自己又一个儿子 为了家庭的完整 自己只能接受这个孩子 而且现在女儿和自己很亲 甚至还叫自己妈妈 他也不愿意把孩子还给他 听着袁凭的话 陶欣的心里满是酸楚 快再多一个小孩呀 我说远别人的小孩 我也是带呀 婆婆是我老公的 我为什么不带呢 我多一个人我没关系啦 我有能力可以养活他呀 我可以给他美好的未来呀 你能给吗 你这个大人 就是真正谁搅的 真正不足都没有的 你能给他美好的未来吗 你还好意思 你有种酸胎 你没种眼睛 我告诉你 你一直带着好头贵的 不可能给你放开的 真的你有让他好路了 我不会给你放开的 但是你带着你老公 跟别人生的孩子 这对你不公平啊 你心里不难受吗 那我公平 带我老公的小孩 我心里舒服 怎么了 我就要认识他 袁凭说 自己愿意好好照顾孩子 半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把孩子视如己出 而陶欣只是一个洗脚妹 经济根本就不稳定 也没有条件带好孩子 孩子跟着自己 才是最好的选择 陶欣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有哪一个母亲 会愿意和孩子分开呢 他固执的不愿意离开 只想袁凭让自己 见一见孩子 看见陶欣不愿意离开 袁凭的火气更深 他气愤的将对方 赶出了家门 别动手 别动手 不要动手 七年的夫妻感情 如果不是陶欣的出现 他们还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现在陶欣送上门来 袁凭将怒气全部发泄在了他的身上 而陶欣也明白 自己的行为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莫大的伤害 他泪流不止 但他只想见一件孩子 而王超欺骗了两个女人 他又是什么想法呢 王超表示 妻子愿意接受这个孩子 他也知道妻子受了委屈 明白了妻子付出的一切 他决定回归家庭 但不管大人之间的纠纷 孩子总是无辜的 从法律上来说 陶欣是孩子的母亲 他又探视孩子的权利 在经过了记者的劝说之后 王超还是同意让陶欣见一见孩子 现在陶欣已经明白了 自己犯下的过错 他决定和王超断绝关系 但孩子才七个月当 他又该怎么办呢 经过了商谈之后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孩子还是由王超和妻子来养育 考虑到陶欣没有经济来源 所以他也不需要 陶欣出孩子的抚养费 并且也承诺 只要陶欣想来看孩子 随时都可以 终于结束了这段凑的感情 陶欣的泪水中 有着无尽的忏悔 对感情轻率 让他的身体和心灵 受到了双重的伤害 希望他能够走出这段阴影 拥抱未来美好的人生 也希望王超能够反省自己的过错 珍惜这个包容着自己的妻子